師父, 我已經看過了, 是自殺案 真的自殺? 師父, 一看就知道 有這樣的酷子 女死者的頸部有傷痕 一看就知道是自殺案 女死者身高多少? 是五尺五吋 行了, 人家你把這案子改為兇殺案 什麼兇殺案?師父 沒錯, 是兇殺 大家看看, 這條尾帶和這張椅子 這裡的高度有七尺這麼多 根本就不能這樣隔上去 你看, 女死者的頸部有兩條痕 第一條是枯著下巴 第二條是頸下巴 一條又有底, 就是致命的痕 根本就是被人家如先勒死 而把屍體移上去 監長, 你說得對我吧? 極有可能是兇殺案 因為整個屋子全部都抹過了 監長, 黎先生 我老婆被你謀殺, 那是誰殺她? 我還沒殺, 怎麼知道? 對了, 黎先生, 我想問問你 你怎麼發現你們大家自殺的呢? 是這樣的, 昨晚我和有些人喊殺 然後我離開了家, 出去喝酒 喝到本人生回來 打算押他進屋子 誰知道死都不肯開門 然後坐在門口, 喝酒喝天歌 然後明天早上, 三姐開了門給我 我馬上衝進去 黎先生, 既然你太太不讓你進來 那你自己自開門進來吧? 昨天一時, 現在火起了 我衝了出去, 連鎖匙都忘記戴了 現在在櫃桶上 是嗎? 在哪個櫃桶? 第一個 你老師父真是一條鎖匙 別亂鬥這東西, 醉了 你數數的鎖匙有沒有指紋? 三姐, 我想問你 到底他們兩個的爭執情形如何 你一五一十說我聽不懂嗎? 探長, 是這樣的 昨晚我下班的時候在門口 聽到先生和太太 還有太太的妹妹在這裡吵架 後來太太走進房間哭 幫我再下班回家 師父, 照樣看, 死了黎太太的妹妹 也很有嫌疑 三姐 你…是終點工人嗎? 是呀… 為甚麼你這麼早上班呢? 是呀, 昨天就解僱了你 你怎麼這麼早上班呢? 解僱了我, 那…我…回來… 我回來收拾自己的東西 你知道嗎?這些東西是我的 小肥, 你還給我的東西是我的 還給你… 甚麼?這些東西是我老婆的 原來真兇是你 不是呀, 探長 我…我有時貪心 打算不早了 那條鑰匙還沒交回太太 我早就回來想去偷東西 原來太太死了 我真的沒做到, 探長 我真的沒做到 你不用抵賴了 你還想抵賴? 未必是他的 我知道誰是兇手 就是黎先生 你有甚麼證明? 沒有證明就是最好的證明 你說你一整晚在門口喝啤酒 那一整晚這麼久 那一瓶啤酒應該已經沒氣了 為甚麼那瓶啤酒還有這麼多氣? 證明這瓶啤酒是剛剛開的 還有這支鑰匙出破綻了 你既然進了房子後也不用鑰匙了 你行兇了之後 這支鑰匙應該沒有指紋 因為你用完之後 就放進一個櫃桶裡, 全抹乾淨了 還有一個破綻, 黎先生 我說出來, 根本只有你這種身形 才能夠把屍體從這裡掛到那裡 對不起, 你都百物一殺